下面我们看一下 它的特点 它的特点有这么四个 第一 非侵入室 非侵入室我们 讲Dora2的时候就说是不是非侵入室 其实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非侵入室 就是我们 我们这个类 我们定义的类里边不需要引用其他的API 直接就这样一个类 其实这个东西他说这样有什么好处 便于移植 你一旦吸好这个东西你移植到其他地方 就这样一个类你移到其他地方 用处也不大 所以这个东西啊 怎么说呢 这个东西也应该是个类似于宣传的那种 噱头 类似于宣传的噱头 最主要的东西 是后三点 第一就是个容器 Super 所以做了一个容器可以管理对象的生命周期 什么叫管理对象的生命周期 从生到死 通通都是由 才会有容器来管理 对象与对象之间的依赖关系 什么叫对象和对象之间的依赖关系 就是我 叫你了 我这个 这个功能的实现需要用到 你那个对象的 里边的方法 这是不是就相当于我是不是依赖你了 对不对 这种依赖关系啊 就好像 再这样说 我们 写一个 要做日志 大家要做日志 做日志 我要用log4G的话 是不是相当于我这个项目 依赖于log4G这个价包啊 对不对 再或者说 我们做GUnit的测试 我们做GUnit的测试 我们这 是不是相当于我们这个项目 测试的时候 依赖于GUnit 我们用的这个4.9 是吧 用的GUnit 4.9这个价包啊 这就是依赖 当然 这种依赖关系啊 我们到哪儿 还是那句话到 是Miven的时候 它专门是进行依赖管理的 Miven 我们作为普通程序员来说 起的最大的作用是什么 依赖管理 当然了 这个东西真正配的时候 我们大家也不用很配 为什么 当然这个东西 Pone的Charmile这个文件 肯定是 项目经理给你了 他把这里边东西都配好了 我们用哪个版本 我们这里边所有的价包都用什么版本 并不是给你发了一堆价包啊 哎你小张 拿个你用盘 我给你考一下价包 他不是这样子啊 他给你发了一个文件 Pone.Charmile这个文件 当然怎么发的 也不是那优海给你发的 直接放到我们的服务器上的 SN 放到SN服务器上的啊 你把它下载过来 有这个Pone文件 好了 你Ctrl S S一保存 那就开始 Eglis 就开始自动 哇哇哇哇 那不同的 不停的一直给你下啊 反正下班都给你下完了 就下到你本地继续上 从哪下来 当然也是从 从你们公司 私服 从公司私服 但是这个私服怎么配 回头 可能老师会说到 不过这个东西 普通成员也不会让你去配 就有人专门配好的啊 你直接从私服里边 就下到你本地了 所以这将来的架包 都不是问题啊 都不是问题 那么我们将来 对我们普通成员来说 我们要用Maven 其实 创建一个Maven 项目很很大的一个作用 就是 依赖管理 就这个架包的问题 依赖管理啊 所以这说了 对象和对象之间的依赖管理 那就是我 我比如说我这个student 是吧 我这有个student类 这student里边有什么 有name 有a点是不是属性啊 同时我还有一个 属性叫school 这个school是个类 school是个类 有一个school这样的欲属性 那就相当于什么 我的student是不是依赖于 school这个类啊 这就是依赖关系 这就是依赖关系 也是由student容器来管理 我们可以通过配置文件 来定义对象 以及设置 与其他对象的依赖关系 就这个容器啊 功能很强大 我们一会就来写写个程序啊 看一下这个容器 好 i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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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oc 简单在这介绍一下 因为后边讲第二章 第三章的时候 会再详细的说ioc ioc ioc b 控制反转 刚才说过了 其实控制反转 就是A类需要用B类的对象 不用在A类里面 拂一个B类对象了 你只要说 哎我要用B类对象了啊 容器马上就把这个对象给你创建好 给你了 就把这个对象创建好就给你了 不用你再创建了 所以呢 就是控制反转 控制权交给谁了 反转给谁了 反转给容器了 本来我要使用臂力对象,控制性应该在我 我要使用,我就mue 我不使用,我就不mue 是不是,现在呢,我要使用 容器mue出来了,然后它给我们了 当应用了ILC,一个对象 依赖的其他对象,通过被动的方式 说到这个被动啊,今天到这儿我给大家再详细说一下这个东西吧 注入啊,我一直在说这个注入,你看 注入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举个例子 早上我们大家来的时候,有同学起的晚一些 拿个饼,拿那杯豆浆,是吧 给你豆浆的时候是不是给个儿吸管啊 然后边上课,边吃饼,然后边喝豆浆 是吧,看着我肚子边 本来还不饿呢,看着你在吃的那么香 你看,让我肚里边一直鼓鼓响 那你想想啊,你那豆浆 你喝的豆浆,把那西瓜往里边一擦,大家想想 你要喝的时候怎么喝的 你是不是吸进去的呀 对吧,这是吸的一个过程 好了,和它相反一个过程 和它相反一个过程 和它相反一个过程,什么呢 生病了 前两天有同学生病了 发烧呢 怎么办 打针吧 是吧,特别是前两天啊 咱们过年刚回来 那两天 北京是不是流感很严重啊 那段时间流感很严重啊 也说是,是同期 北京同期的这个,上医院看流感这个病人同期的是15倍 非常严重啊 很多人去打针了 打针了好了 你到这儿一看,哦,感冒了是吧 好,打个针吧 发烧呢不是 然后呢,医生或者护士 拿个针管,然后 把药往里边 把药往针管里边吸 紧接着 咱们都是,都是肌肉肚射啊 是吧 然后,往屁股上 插,一插 然后,那护士还走了 哎,你说 这护士你怎么走呢 你这还没打呢呀 你这还在这儿插着呢呀 然后那护士说 洗吧 就说,这个不行啊 这个真不行 为什么 它和你用吸管 喝 豆浆 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们注射的时候 我们是被动的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 是不是护士拿那个 拿药剂 注入给我们了呀 首先,你得吃药是吧 你不能说 那那你从那诊所门口一过 那护士见到你 卡就给你打 打成了 你得需要 首先,你得提出这个需要 啊,我这儿需要注射了 然后呢 然后 它才给你注射 注射你是被动的 它是给你往里边催的是吧 对不对 那,和我们喝豆浆不一样的 喝豆浆是我想喝了 我是不是主动吸着呀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地方啊 那么,依赖注入 我们注入 叫做注入什么意思 就我刚才说的 哎,首先 我需要这个对象啊 你一提我需要这个对象了 紧接着 容器会把这个对象注入给你 你想想啊 注入给你什么意思 是我们主动的吗 是我们主动的 不是 是容器主动给的我们 但前提是什么 你得提出这个需要是不是 你得有这个需求才行啊 和那个打针是一模一样的 好,这就是我们说的注入啊 这个注入 IOC 其实IOC就是记得一点 我用哪个对象 不是我自己创建了 是不是容器给我了呀 我提出的需求 容器就会给我 OK IOC呢 IOC是什么 IOC面向切面面称啊 你在这儿写了 它首先是OOP的补充 OOP的补充 对 面向对象变成啊 面向对象变成啊 这个 AOP 面向切面变成 它是一种动态的思想 我们 OOP 面向对象变成啊 是一种静态的思想 什么叫动态的思想 就是我这儿需要用到这个东西了 我把它插入到底 其实 跟 刚才 看见阿兰有同学在问我 他说这个 AOP 他说是不是 我们在讲Smart2的时候啊 那个 那个 拦截器 在想那个拦截器 能想起来吧 Smart2里面那个拦截器 那拦截器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 属于AOP的编程 就这个思想 就是这个思想 大家想 这个拦截器 是开放好的独立的一块功能啊 我想用它怎么办 是不是 对了 我只需要 是不是插入到我这个Action里面 在我Action里面 是不是声明一下 它是不是就可以工作了 我不需要它 特别是我们用的什么 我们 不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人家定义好的 定义好的 三十五种 莫呢是执行二十种啊 记不记得我们用那个token 防止表断自动提交 我想用它怎么办 直接是不是在我Action里面 配上一个token Inceptive REF 配上一个token OK了 它是不是就可以工作了 有朋友说 那还得配一个 它得配那个仕途啊 那仕途 我不配仕途 它一样是不是给出来 它要找那个仕途啊 那说明它是不是已经工作了 所以 那个其实就是AOP的这种变成思想 把这个东西 你想想 这时候 大家想这个的时候就清楚了 是不是那个 拦截器就相当一个切面 你需要的 我是不是直接给你切进去了 这个切入这个过程 我们叫做支入 叫做支入 这是AOP变成 啊 不过通过我们前面分析 我们也知道啊 AOC AOP不管是谁 这两个都是干嘛用的 对 都是接偶核的 你注意 它都是接偶核的 但不同的是 它接偶的对象不一样 AOC我们一般用于 我们主业务的接偶核 而AOC我们一般是 交叉业务 或者是我们系统机的服务 接偶核 当然系统机的服务 和谁接偶核 和我们的主业务 接偶核啊 你注意是系统机的服务 和主业务 今天接偶核用的啊 OK 这是Tapen的特点啊 Tapen的特点啊